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左边加了一个表示金的符号 说明这个气敏是用金属做的 小传的敏写得真好看 像一个典雅的酒杯 老把人家说成酒杯 是气敏 说文写道 敏 饭食之用器也 啊 吃饭用的容器 敏的本意是盛东西的器具 是碗 碟 碑 盘 钟等餐具 吹具的饭称 总之就是气敏 嗯 现在我这么对照 大概明白为什么小传的敏像酒杯 可楷书的敏像饭盒了 你竟然把楷书敏看成饭盒 我觉得像嘛 小传的敏像一个高脚杯 那几条高脚线条 后来就成了凯书敏的几条束线 而小传敏上面那个像杯子向下凹的线条 凯书是直的横线条 从一个高的容器 变成一个相对扁平的容器 不管是深的还是浅的 总之是成东西的气敏 敏是个不守字 凡是从敏的字 大都跟气敏有关 比如盘 盆 盒子的盒 还有钟 上面是中间的钟 下面是气敏的敏 钟是没有把守的小杯子 比如酒中 茶中 还有鱼 上面是鱼式的鱼 下面是敏 鱼是古代一种成液体的气敏 比如 弹鱼就是成弹用的气敏 你一说到鱼我就想到盔 头盔的盔 上面是灰色的灰 下面是敏 盔是拨 也是鱼一类的气敏 一盏灯的盏 盏的本意是浅而小的杯子 还有盛范的盛 盛是古代装在石器里祭祀的古物 灌字很有意思 台湾的公共厕所外都写着灌喜事 为什么叫做灌喜事呢 灌 由旧 水 敏 组成 旧 旧尺的旧 是冲米用的器具 但旧字左右分开后 很像左手和右手 左右手中间加上水 下面有个气敏 三者合起来不就表示 以手承接水冲洗 然后水流到器皿内吗 灌的本意就是洗手 诶 那么灌喜事不就是洗手间咯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江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温柱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